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视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坐树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权 也是压着一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 从左臂空当中的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其地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权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臂空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其地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就是这样的导致 这种语言呢 再进来 就是这样的导致 因为我们的这个家 就是这样的导致 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的导致 这样的导致 现在我们的这个家 就是这样的导致 这样的人 再进去 我们的这个家 这种家 这种旅程 再进来 我们的这个家 这种旅程 来说 这个家 最后天 再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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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象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全面就是观象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是尽力量翻译 我就是要讲解 是尽力量翻译 是尽力量翻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伤 为善加贵者 何不互信赏 这个道理昨天前面也已经讲了 也是作作以非常神动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世间当中一定要以正知正念来守护自己的心门 那么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有些人惧怕自己伤痕当中的这些小小的痛苦 那么他就非常注意 小心翼翼地防护自己的伤口 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对自己心的这种伤伤 心的这种伤口如果没有好好地护持的话 那危害性就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就是处处都有一些能产生烦恼 也就是说是干扰自己心的这种床上的外缘 是非常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注意 心里面产生费力的注意 然后进行造恶业 比如说我们杀害了众生 如果杀害了众生的话呢 佛经当中都一再地讲 我所杀的众生 什么样的动物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人类的话呢 那么我死了之后 我转生到综合地狱 然后我以前所杀过的这些众生 变成不同图像的 相当可怕的一些动物啊 比如说我以前杀过牦牛的话 那么就是两边的两座山 以牦牛图像的 非常可怕的两大山 然后这两大山 把我的身体扎在中间 整个身体全部弄得分身吹骨 然后我就不得意的情况下 最后离开这个时间 然后以他的业力所感 如果真的死下去的话 都是很好的 但不会这样的 过一会儿就两座山拿开着 我的生命就是照样恢复 由一而再 再而三的 反反复复在这样的地狱当中 轮返地受持痛苦啊 这种痛苦非常非常地可怕的 那么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防护好 自己这种心的伤害 也就是说 随着外境 以贪嗔差而造了业 所以我鼓励的是什么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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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以后呢 就不仅是真理所谓的综合地狱 有些论师呢 就认为是真理所谓的综合地狱呢 就是只不过是一个地狱 而你实际上呢 其他的这个地狱 饿鬼 旁生的这些无量的痛苦呢 全部都我们在这个人间的 没有收好自己的心 没有以正的正念来观察自己的善恶而造成的这种后果 所以说呢 应该就是具有这个智慧的人 应该就是观想 就是自己 我们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这种伤口呢 就如果没有放好业 实际上是并不是非常大的这个遗憾的事情 而我们这个心里的这种弥烂 或者是心里的这种创伤呢 没有这个好好的护士的话呢 那对我们这个精神当中来讲 应该说是这个千古遗憾的大事 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来讲呢 时时刻刻地要观自己的这种善门 因此呢 应该作为一个这个巨师啊 就是应该对自己来就是有一种要求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就首先是从这个戒律上要求 第二个呢 就是从应该那个就是间接上 就是间接上呢 最基本的因果证件必须要具足的 如果因果证件都没有这个具足的话呢 那么我们表面上就是 自己吹的什么样的佛教徒 也实际上是没有就是多大的这个意义 所以师尊成立为量师父的时候呢 并没有认为是世间当中有多少个昆虫啊 有多少个素鸣啊 这些是不是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话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众生宣说的四地法门 是对我们现在众生来讲的话呢 就是认为至极 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 因此我们首先呢 知道这个师尊的这个特点 就是将他的这个最不公的功德的时候呢 就要讲这个 他给众生宣说了四地法门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也好 巨师也好 听到什么见到什么 这一点的确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自相续当中能不能就是 分析处理性和菩提性 首先是就是漂浮自己的这个心 唯一的佛陀在佛经当中啊 什么这个摄传法经当中呢 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这个佛法呢 就是就是漂浮自相续 就是所谓的这个佛法就是漂浮自相续 如果你真正能调整自己的相续的话 这就是这个佛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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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